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一章佛法 第二章讲布派 其他都是大圣 第三章出其大圣也蛮重要的 其他都比较算是历史上的 还有思想上的分歧 第一章佛法是核心最重要的 原来佛陀在成佛之后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到底要学些什么 出其大圣是比较站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弘扬佛法 才能够让正法救助 其他都是学派部派之间的东西 老师说知道不知道都没有关系 他们说最重要就是要知道 第一个你到底在学些什么 你到底要学些什么 第二个你学了这些之后你要做什么 要怎么样来弘扬佛法 要注持正法 这两个大概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我们来看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 那么这里讲到说到缘起 无名缘形生缘饶死 那么悠悲苦恼 这上次我们说到缘起有所谓的十二支 一般来讲 但是不一定是十二支 五支是最简要的 爱取有生饶死 悠悲恼苦 那这个其实就是流转 就是我们之所以流转的原因 就这五支 爱取有生饶死 悠悲恼苦 通常是悠悲恼苦 那这五支 苦是一个现在的状况 那苦到底怎么来的 从生死来 生死怎么来的 从爱取来 就爱取有 因爱取有有生死 因生死有苦 那么基本上就是所谓的货业苦 好 那么这个是最简要的 为了爱依因缘而有 那么一切都是因缘生的 好 那这个轮转最主要的 就是轮回最主要的就是爱取有 那么爱又从哪里来 所以开展出九支 十支 十二支 那爱从哪里来 那爱从跟近似合合生出 那么跟无名相应来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又开展出十二支 那最终推到五名 如果是十支 那就最终推到四 那所以五支中 五支说 五支就是这个所谓的爱取有生老死 那么老死 悠悲老苦 这里写悠悲苦老 阿安经里面有写悠悲苦老 也有写悠悲老苦的 但是我们从苦是最终的结果来说 悠悲老苦 悠悲老都是苦 悠苦 悲苦 脑苦 那当然也有解释 悠悲老苦是四个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如果从经文来看 大概可以这么说 就生理上的有所谓的老病死 心理上的有所谓的悠悲老 那么这生苦跟辛苦 一切的苦不外乎是这样而已 好 那爱是苦的原因 所谓苦即灭到 苦因就是爱 苦就是果 苦果 苦果来自于苦因 来自于爱 爱是烦恼的代表 爱是烦恼的代表 那再从爱往前推 就是所谓的无名 爱往前推就是无名 无名再往前推 就是不如理思维 那一般无名是最终的 那这个我们写一下好了 因为你们不熟 还是写一下 但是你们回去 其实像这种缘起 你们回去要用那个 像白纸 笔记本 那你就这样写 无名 形式 明色六路处说 那你把它弄清楚 画几次后你就熟了 那通常是这样 比如说来看 无名 形 这上次我们说过 它可以分三个段落 无名 形 四 明色 明色六路处说 像你们学习这种 要有一个笔记本 或是那些废弃纸也可以 或白 就是有一面白纸的那个可以写 然后你其实学习佛法 第一个你多文训习 如理思维 那你最好能够眼睛看 然后写 然后念 然后想 你要写 然后你可以到你在讲 就是你试着跟别人讲 或你跟自己讲 无名 形式 那很容易记住 而且比较 就是会比较清楚 那就是你耳朵也听得清楚 那眼睛也看得清楚 然后你也想清楚 手也写也讲 那么就容易 容易久了之后 你不特别记 但是就会记住 无名 形 四 明色 六路 处说 爱 取有 那你可以回去就这样画 几次几次 然后生 老死 悠悲 恼 苦 那这里是写悠悲苦了 基本上悠悲 恼 苦 存大苦运聚集 那一般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 三段 爱 取有 生 老死 这个是一段 然后 这个是一段 然后用这个是 这里是一段 那通常是这样分 这是导师分的 分得很好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是生死的根本 这三个是生死根本 轮回的根本 轮回的根本 爱的原因 促进细心 这几个 这个是跨越两个的 因为是 从前世到这一世 这个是促进细心 就是我们的烦恼 到底哪里来的 促进细心 那么由这个寿 苦寿 热寿 通常是在这里 从这个寿里面 苦寿 热寿 那么苦寿就生撑 热寿就生贪 那么 那么 贪爱 称惠 那这个就是代表烦恼 代表烦恼 所有的烦恼 等于在后面会有讲 这代表烦恼 那为什么 苦就一定会生撑 就一定会生贪 这个是凡夫的习惯性 因为他 那么 这个寿来自于 你会生 苦会生撑 热会生贪 那么 不一定 不一定 但凡夫是这样 但是 你就在这里产生差别 在这个寿上 产生差别 那么有几种 第一种 大概苦会生撑 不会生撑 它基本上有一种 我们可以这么说 从佛法来看 大概两种 先有两种 一个叫做明相应 就从这里 主要是无明 所以无明跟贪爱 你会起贪爱 主要是因为无明 就无明相应 这里的时候 主要是在这里的时候 有产生这两种 无明 无明相应处 就是它是从这里 那么你无明相应处 你就会到这里 我们这样写好了 这样会乱掉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无明相应处 跟我见我 我见相应的 我们叫做无明相应处 那另外一个就是明相应处 那通常明相应 基本上就是无我相应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在无我里面的 那么你有无我的观念 但还没有真正正的无我 我们勉强还可以跟他讲明相应处 那么它第一个就是 你还没有完全正的无我 那么这个只是完老凡人的 那么就会到这里 无明相应处 它就会起这个 它就会导致这个 那么如果你是明相应处 它就会这样 那么苦受的时候就起撑 垃圾的时候就起贪 就会这样 那如果是明相应处 如果是像阿罗汉 那它当然不起撑不起撑 苦不起撑 乐不起 如果我们说比如说无学 先讲有学 那有学它基本上已经断身见了 可以说是少分的明相应 那么它基本上仍然 仍然是会起撑 会贪 那还是如果是三国 可以这样分 有学里面出国二国 三国 出国的话依然会 贪跟撑会 依然是会的 出国跟二国都会 但是出跟重不一样 都一样是起贪起撑的 苦都起贪 苦都起撑 那么热起贪 但是贪的程度不一样 这个就是薄贪真知 所以二国就薄贪真知 那么三国 三国不起撑 三国不起撑 苦不会起撑 它撑心断掉了 那么贪的话 浴贪没有了 浴贪断掉了 涉贪无涉贪 涉贪无涉贪还有 浴贪断掉了 贪里面的涉贪无涉贪 就五上分解 五下分解 涉无涉贪 还有 还有 那五血的话就不起了 五血的话就不起了 五血的话就不起了 苦也不起撑 苦 苦 热都不起烦恼了 都不起烦恼了 好 那我们在哪里呢 我们在从这里到这里的路上 我们也不是五血 我们也不是愚痴无吻凡夫 这个无名相应 一般叫做愚痴无吻凡夫 佛法都是这样说 就两种 一种叫做愚痴无吻凡夫 一种叫做多闻圣弟子 那么我们也不是圣弟子 但是我们是佛弟子 基本上是这样愚痴无吻凡夫 又不知道佛法 又不懂得怎么修行 又不会修行 这麻烦了 这愚痴无吻凡夫 那么愚痴无吻凡夫 他自然而然的 他就是无名相应处 他苦他就起撑 热就起贪 这是自然而然的 那另外一种 这个叫做多闻圣弟子 因多闻 多闻圣弟子 那多闻圣弟子 如果照这里来讲 都是智慧多闻圣弟子 就愚痴无吻凡夫 那么以这里来讲 阿安都是讲多闻圣弟子 但是照这个来看来讲 就是智慧多闻圣弟子 那真正的智慧就是 波罗波罗蜜 道彼岸的智慧 不起烦恼的智慧 调伏烦恼的智慧 断除烦恼的智慧 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 我们 基本上也不是愚痴无吻的 因为有学习佛法 那我们不是一般的法闻 我们是佛弟子 我们是佛弟子 圣弟子 不管你是舍利佛的弟子 穆建连的弟子 家瞻元的弟子 大家设的弟子 都一样 都是学习佛法的 学习佛法的 我们是学习佛法的 我们是佛弟子 那佛弟子 但是我们还没有道明相依 我们没有断身建 那我们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是这样 比如说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会起岸 那么出国恶国也会 但是 我们的又跟他不一样 我们的就在这里 但是 依佛法来讲 你是 你是 你不能说是闽相应出 但你也不是无闽相应 你是无闽相应 但你不是完全的 愚痴无吻凡夫 所以他是这样 我们把他擦掉 这里是智慧多文圣地子 我们是在苦受的时候 一般 因为我们是在这个跟这个中间 我们不是一般外道 不知道的 不修行的 那我们也不是像圣地子这样 但是我们知道怎么修行 所以他是这样 那么在苦受热受的时候 这个是一般的 一般不明相应的 这个是明相应的在这里 在这里 那无明相应的是这里 那我们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 我们是另外一种 就是在苦受的时候 苦受的时候跟热受的时候 我们依然 因为我们是凡夫 会起烦恼的 不可能不起烦恼 不起烦恼的只有一种人 叫做阿罗汉 那么佛 必知佛 都是阿罗汉的 都是烦恼断尽的 好 那么苦的时候 我们仍然会起沉 热的时候 我们会起贪 那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多文 多文圣地子 智慧多文者 所以有讲嘛 智慧多文者 非不觉诸受 但是差别就在哪里呢 我们不是不起烦恼 而是起了烦恼 我们知道在起烦恼 所以就变成 在这个无明相应 要到明相应中间 这个过程里面 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要觉察 你的心有烦恼 所以第一件 他要有贪之有贪 你看有贪 有称 第一个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其实简单讲就是 有烦恼之有烦恼 有嫉妒之有制度 有傲慢之有傲慢 类似像这样 有不平衡之到不平衡 有忧恼之到有忧恼 那么知道有贪之有贪 这个是阿韩经教的 那很重要 因为修行就在这里而已 真的就在这个节骨点而已 你会掌握了 其实一个礼拜 你都能够保持正念正式 就是知道这样 你不是不起烦恼 你起烦恼 但是你知道起烦恼 等一下我们会讲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有贪之有贪 你知道起烦恼 而且你也要对治烦恼 你知道起烦恼 而且你想要治烦恼 你也有能力去对治烦恼 你的修行就开始 从这个地方开始算 如果没有 那你连入门都没有呢 你连入门都没有 真的 不管你都会打坐 都会诵经 都会持咒 打坐到有什么境界 我告诉你 那个都还不门 真的 佛地址外道 很多也有境界 武通先人多的是 还不是多三二道 所以真正的入门 真正的入门 就是你开始朝 饱滩生吃进行 所以你看正出火入圣流 他已经入门了 然后他决定 决定不退了 那我们还没入圣流 当然是你 你就是要朝这个地方 有贪吃有贪 因为所有的修行 不外乎就是离苦 离苦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断烦恼 那你不能断烦恼 你就不可能不造业 不可能不造业 你就不可能不离苦 你就不可能出生死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的修行重点一定是 看到你的烦恼 那么而且有能力解决你的烦恼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 有贪之有贪 有撑之有撑 那这个只是概要的说 因为把烦恼 爱烦恼 基本上就是贪跟撑 那怨恨嫉妒 那么种种的 不满 那么这个傲慢 种种这些都在这里面 有贪之有贪 有撑之有撑 这个是阿含经教的 好 这是第一步 就是我们既不是圣者 这个叫做圣流 这个叫做圣者 圣者 这个叫做凡夫 那我们不是凡夫 我们是凡夫 但我们不是圣者 但我们不是于此无吻凡夫 我们学习佛法 我们知道佛法 所以我们是凡夫没有错 但我们不是于此无吻 但是我们也不是到 智慧多吻的圣弟子 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是圣人的弟子 是佛弟子 那我们就是要 天文佛法 那么清净善事 清净善事 天文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就在这里智慧多吻 所以他就是四欲留之 所以从这 为什么可以得到 他就是四欲留之 这个是圣流 路圣流 这个是圣里 这个是入圣流 那你要 你入圣流 叫做欲留 欲入圣流 就是欲留 你要入圣流的四个方法 清净善事 你看 天文正法 清净善事 天文正法 清净善事 天文正法 什么是正法 什么是正法 就是告诉你 怎么出离生死 怎么离苦得乐的方法 要听闻正法 听闻正法之后 要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法随法行就是 你要开始 从这个地方进步 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 然后要怎么样 要如理思维 要把它弄清楚 要知道 像我们现在 像我们现在 在看这个圆起 那我们 我们现在在听 这个圆起 就是佛法的核心 那你要 你要好好去想 你要好好去想 反复的想 想清楚 想明白 那想明白了之后 比如说 我告诉你要这样 那你回去 就要这样做 如梭修行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你听了这个法 那你就要随着这个法 去修行 叫做法随法行 法是解脱 告诉你断烦恼的 随法就是 你这样才能断烦恼 一般来讲 法就是涅槃 就是解脱 随法就是法正道 就是四念处 就是这个未患灵 基本上这个就是随法 那么这个是法随法行 这个应该 我们大家都很熟了 你们应该也听过很多佛法 这个我们就 大概就知道这样 这是预留之马 那你看 通常 明相应跟明相应 但我们在无明相应的教度 所以你要多稳 闻思修 而得这个智慧 好 那么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你有贪之有贪 有沉之有沉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那这个是从这个来的 那处就是跟尘世合合相应 跟尘世是因为有这个无印生 反正就是这样而已 就其实没那么复杂 这个就是我们的无印身心 就是我们的身心 那重点 那重点我们有这个受 生起这个烦恼 是因为有这个受 这个受 这个受是跟尘世合合相应的 六根六成熏进 六根六成 然后六事 重点是那个意识 重点是那个意识 那么 事 事会怎么样想 会怎么样做 跟你过去的经验 跟你的业 跟你现在所理解的东西有关系 那你现在会修 你这个无明就会保 无明保 爱就会减 就比较不会像以前那样 长大了 有智慧了 不会再那么冲动 不会再那么不会想 反正类似像这样 好 那你看 那么第一个有贪之有贪 有沉之有沉 那第二个呢 有贪 有贪之有贪 那你要思维 贪的过患 所以要思维 我现在已经看到贪了 我现在已经看到问题了 那现在来要怎么做 要解决问题啊 佛法是要解决问题的啊 那你第一个要发现问题在哪里啊 比如说 那你已经知道你生了什么病 就是你一直不舒服嘛 你不晓得为什么不舒服啊 原来是你有什么病不舒服 好 那我现在已经检查出来了 有这个病了 我们清楚知道造成我痛苦的原因 比如说有些人 死不死脑部就会痛 脑部就会痛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所以去检查 原来 原来脑部这边有积血 那个血块压迫到神经 所以会痛啊 所以 他不知道原因 因为如果他认为 哇 这个是 这个是 风吹到所以痛 他就包头巾 他是不是会痛啊 因为痛是在里面的 是因为 得罪了哪一个神 他就拜神 也没有用啊 所以找出原因啊 原来是这里 脑部血块积血 要破到神经 所以会痛 那今天已经知道原因了 那怎么办 接下来怎么办 所以一样 那我已经知道我生死的因啊 痛苦的因啊 就是贪跟撑啊 就是烦恼啊 烦恼就是造成我生死 生死轮回 生死轮回 悠悲恼苦的因啊 烦恼 这个是烦恼的代表 贪跟撑 造成我生死轮回 造成我痛苦的原因啊 问题的症结在这里啊 问题的症结在这里 那怎么办 接下来怎么办 就出烦恼啊 一样啊 比如说你脑部有血块 那你怎么样把血块的血抽掉 透过手术 透过什么 或透过按摩 透过怎么样 透过手术 或是割掉 或是把 怎么样把血用掉 不伤害神经 反正就是要想方法嘛 那我已经知道有贪啊 已经知道有撑啊 所以这个要思维 那你如果说我不管他啊 反正痛就给他痛啊 那你就没办法 他就越来越痛 所以你要思维怎么样 思维烦恼的过患 贪跟撑的过患 思维烦恼的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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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处理他 这血块会越来越大 那会越来越痛 甚至会压迫到我的四身经 让我失明 后来到血管会爆掉 我会死掉 所以你要思维这种东西 思维烦恼的过患 就烦恼的过患啊 思维烦恼的过患 因为你一定要下一个决心 我要断烦恼 这个叫做趋向解脱的意愿 解脱就是没有烦恼 所以你必须要培养趋向解脱的意愿 那解脱必须要把烦恼断除 所以你一定要对治烦恼 这个心没出来 你就不管它了 所以处理心很重要 处理心没有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对治烦恼 你要做不做的 就是到家里面做的什么 上事 中事 下事 有没有 老子说上事 中事 下事 下事 下事文道 下事文道 大笑之 他根本不当一回事 觉得 你那么笨 有福报不详 修什么行 大笑之 笑你们吃 笑你们笨 笑你们走火入魔 反正很多人是这样的嘛 大笑之 那么中事呢 中事文道 听到了 若有若無 好像要修又好像不修 好像可以 又好像不可以 就是说 反正也没事做嘛 摸修摸修 就是 可以修就修 努力了一阵子 一努力 他也努力 太累了 太辛苦了 不要修了 算了 那苦来了就修一下 不苦了 又不修了 若有若 三天打鱼 两天打鱼 三天晒亡 那 这个 所以春天要来 赶快播种 一块地那么大 播了两楼 太累了 太累了 算了 我去另外赚钱好了 就不播了 所以人家秋天收成 他就没得收成 我们大部分人都属于这一类 中事文道 若有若無 这是老子讲的 应该是《道德经》里面的 若有若無 那我们大部分人都这样 有十二分工 又工一下子 太累了 算了 反正 反正我又 反正 反正也是这样过 有用工没用工都这样过 所以久了久了就什么样 只求安逸 日子可以过就好了 那么拼命做什么 只求安逸 只求安逸的状态下 渐渐就什么 渐渐就放逸 那基本上我告诉你这样 就可以安逸过日子就好了 反正日子不要给他这么难过 那个出离心没有了 真的 然后若有若 那如果上市呢 上市文道怎么样 勤而行之 勤而行之 非常的用工 精勤不放逸的去怎么样 努力的去做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讲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就是道 这个就是道 苦极灭道的道 简单讲 详细讲叫做八正道 简单讲叫做未患理 你看 一般这个道是指八正道 正见正思维正与正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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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定 不坏乎是借定会 不坏乎是借定会 但简单讲 就叫做未患理由 因为所有的道都是灭苦之道 苦是苦果 苦是从烦恼来 可以说苦是从业来 业从烦恼来 所以你要灭苦 苦是苦果 必须要灭苦因 所以你烦恼不灭 你苦果不可能灭 苦是生死 灭苦之道就是出生死得解脱 所以你苦 苦果要灭 必须灭苦因 所以灭苦因必须要从这里开始 就是这个未 未就是烦恼 未是未卓 就是烦恼 那么起贪在境界里面 懒卓 起贪起撑 都是对境界的懒卓 未卓 起贪起撑 都是对境界的未卓 那么你要思为其过患 就在这里 你要知道你生死的过患 知道生死的过患 所以八大人九经也是这么说 要知道生死的过患 世间无常 国土为粹 那么世大苦空无因无我 生灭便欲虚为如主 如是观察见离生死 八大人九经第一个觉悟 你要先有这种觉悟 那么你要去向解脱的意愿 那这个意愿坚定了 勤而行之嘛 奴家也是啊 奴家说你要修学 那么你一定要什么 有福学 学之福人福错误 我如果要学 这个是奴家说的 写在这里 一样哦 其实所有的宗教修行都是这样 你就是要努力啊 你不努力不行啊 我告诉你 你这样要修不修的 有也好没有也好的 我告诉你 没有办法成就啊 世间的都没办法成就 何况是出世间的 真的 有福学 学之福能福错误 福错 就是 我如果 除非我不学 我如果要学 学不成功 绝不终止 一定要学到好为止 博学 审问 圣思 明辩 笃行 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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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 中庸大学里面 我忘记了 那 基本上 基本上 你 现在告诉你 道就是未患理 有烦恼 我们是在这个状态 那么你要怎么样 你要思为其过患 你现在回去就这样做哦 要勤而行之哦 一天 两天 三天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一年 两年 三年 真的 刚开始不习惯 刚开始 用很大的心力 收很小的结果 成果 感觉到好一点点而已 但是 觉得用了那么大的心力 用了那么大的精神 还是会起烦恼 有点挫折感 我告诉你 没关系 你就是这样 你这个力量就是这样 慢慢起来的 真的 那你不要放弃哦 你一放弃就没有了 你一放弃就变成若有若无了 那么再底下去就怎么样 就觉得 哎呀 不用修那一些啦 那么 现在 好好念不 往生进途就好了啦 就变成这样了 那你就烦恼越来越重 那烦恼越来越重 你到灵命中 你一直在起烦恼的状态 在灵命中 有可能也起烦恼 往生不了 真的 你不要以为 哎 因为什么呀 因为 所有的境界都是 心相应 夜相应 圆相应 心相应 夜相应 圆相应 所以 你现在必须要这样练 因为你不知道就算了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很多人不知道佛法 他认为的佛法 不是真正的佛法 这个是佛法 第一张佛法里面讲的 其实就是佛法的核心喔 所以这一张最重要 那你这一张会了 其他会不会没关系 真的我要告诉你 真的 只要这一张会了 你基本上你就会修行 那 再来你出其大事那一张会 你就知道怎么样助持正法 大概这样 其他不会没关系 真的 重点就在这里而已 好 那你看喔 这个 有贪之有贪 有成之有成 回去 比如说 我们每天都有境界嘛 那你起了烦恼 你要思维喔 那在境界当中不会思维 但是离了境界之后 自己就要想 自己就要想 那我起了什么烦恼 我今天起了什么烦恼 那么 之后你要思维 这个烦恼的过犯 我都出家多久了 我都修行不久了 什么是出家 什么是修行 那我现在 我以前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了 我现在要好好休息 要不然 对不起 对不起我自己 我抛弃了父母 不能叫抛弃啦 我离开了父母 没有进到作为人 子女的孝养父母 那我为的是什么 我为的还不是以后 我可以利益我的父母 那你凭什么可以利益你的父母 你凭什么 你看释迦佛 释迦摩尼佛 我们之前讲过嘛 释迦摩尼佛 几岁出家 29岁出家 那个时候 他要准备继承王位 他要准备继承王位 然后 他又有太太耶稣陀罗 他又有小孩罗侯罗 他说 他说离家出走就离家出走 他一离家 他们三个人 四个人 敬放王 大爱道 大爱道是他的养母 虽然 虽然西达都不是他亲生的 可是也是他姐姐生的 他从小把他不路长大的 大爱道 敬放王 耶稣陀罗 罗侯罗不会 罗侯罗那个时候很小 还不知道爸爸去哪里 他不会哭 这三个人哭了 可能哭了好几个月 哭了好几个月 那你们有没有想一想 你们出家的时候 你们的父母是怎么想的 当然有些父母很高兴的 有些父母是很高兴的 像我出家 我父母也哭了很久 那你 你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 你可以利益他们 因为未来他们如果会得度 不是舍利佛目见人 不是释迦摩利佛 就是你去度他们 因为佛也不能度无缘的人 佛不能度无缘的人 佛也不能度无有善根的人 第一个没有缘的他不能度 第二个没有善根的他不能度 这是没办法的 但是你的父母百分之百肯定跟你有缘 百分之百肯定跟你有缘 不可能没有 但是他有没有善根那就要看你 看你有没有跟他种善根 他能不能得度 大部分是看你 看你有没有能力度化他 所以 你为什么要出家 你为什么要修行 你当然不是为了你父母而已 你为了 这一生有父母 你过去生没有吗 也有 所以地藏经的核心是什么 地藏经的核心就是 把一切众生都看作 你堕在地狱的母亲 你要想办法把他什么 把他救出来 有一天 有一天你的母亲 如果真的像婆罗门女这样 她多路三二道了 我问你你怎么度化她 你怎么救她 你要怎么孝顺她 那你要想一想这些 那么这样想了之后 就会让你怎么样 让你用功 真的 因为你身上背负着有重责大任 这个奴家叫做什么 事不可不鸿意 任重 怎样 而道远 是啊 责任很重啊 你要走的路很容易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坚毅啊 你不可以随便起个凡啊 我不修了 随便 随便 随便生个病 我不行了 我不要了 悲 悲 悲若 就是悲缺 那么怎么样 那就是你那个心不够坚定 你用修行的心要很坚定 而且要怎么样 要很踏实 你要完全知道你要怎么行 真的 大家都是出家人 那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如果没有的话 我告诉你 那你出了家 你出了家 你在修行 你到底在修些什么 你出家 大家 我们不要说善报是从恩 也不要讲施主的 也不要讲佛恩 也不要讲施主的恩 也不要讲众生的恩 也不要讲国家的恩 都不要 你怎么样报你的父母恩 你告诉我 你都没有能力 你都自己都没有能力 还要不要讲施掌的 那么你天天吃饭 人家共养 有什么赚钱要来供养你们 为什么 你又有能力啊 你就好像你父母 天天去做苦工 然后让你读书 为的是什么 把你养大 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以后老了 可以靠你吗 那所以 在无止境的轮回里面 你的父母施掌有可能 有可能是因你得度的 你要有能力啊 那这些都培养你的能力 那你一想到来了 任重道元啊 真的啊 那你这个心要拿出来啊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听了这个道 若有若有啊 有修得好 没修得好 修杰就算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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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这样啊 真的 那你那个心出来 我告诉你 你那个道才刚开始 一切都从心开始 从心开始 这个心开始 心有向道的心 那么你的道心 先巩固你的道心 你的道心巩固的 你这个人就叫做道人 那个叫做道人 先巩固你的道心 道心巩固的 你这个人就叫做道人 修道的人 道人跟道人聚集的地方 就叫做道场 道人所具有的作用的功德 就叫做道德 道德圆满就是佛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一个道场 一个道场 住了很多出家人 但都不是道人 因为他没有道心 你看啊 是这样啊 这样就 未来怎么样 未来 你受的苦比别人还多 你还想度你的父母呢 我看 你比你父母还堕落 你还要度你的父母 很难喔 所以你要了解 我们好不容易闻到佛法 那么你要知道 那这个就是要回去修 真的要好好修 那修不是说 我天天在那边诵经 在那边拜佛 没有用 你天天诵经 天天持咒 天天拜佛 天天起烦恼 那有用吗 没有用 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念经拜佛吃做 不外乎就是要勤修戒定慰 勤修戒定慰 不外乎就是要洗面贪真痴 你看起来在勤修戒定慰 事实上你的贪真痴 不但没有减少 还越来越重 那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你的勤修戒定慰是在增长贪嗔痴 极乐世界为什么可以殊胜 二六十宗 二六十宗 念佛 念法 念生 我们没有啊 起了烦恼 念贪 念痴 念痴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得解脱 所以 我们回国过来讲这里啦 那么思维 你要思维这个贪真痴的过犯 一开始 以我自己的经验跟你们说 一开始实际上是很艰难 但是 死则勉强 然后呢 中则怎样 太难 死则勉强 中则太难 刚开始修都有一点勉强 而且很辛苦 而且挫折感很大 真的 主持大的说 如一人一万人占 一个人再占一万个人啊 因为我们的烦恼何止一万啊 一下子起这个烦恼 一下子起那个烦恼 才刚刚想要好好的安定下来 要调补自己的烦恼 马上进阶又来了 就故意来让你生气 故意来让你起烦恼 就这样啊 所以你会如一人一万人占 这很辛苦 死则勉强 刚开始都是要自己鼓励自己 自己策略自己 真的 一开始要这样 那你为什么可以自己鼓励自己 自己策略自己 自己抵立自己 为什么可以 因为你要思维 刚才我跟你讲 你要有那种趋向解脱的意愿 所以为什么常常跟你讲 善报是从恩 不要讲下祭山毒蛊 就善报是从恩 也不要讲善报是从恩 就善报父母恩就好了 你还不用报佛恩 佛恩先不讲 报佛恩要红法度众生才能报佛恩 若不红法度众生 究竟不能报佛恩 那先不讲报佛恩 就先报父母恩 你一旦得度了 我告诉你 你的父母一定大部分可以因你而得度 释迦佛 你看 他出了家 出了家 禁犯王 正果 耶稣陀罗正果 罗霍罗正果 南陀同父母的弟弟正果 连已经死了他的母亲摩耶夫人 到了道立天他都让他正果 你看 那其他的表兄弟堂兄弟先不讲 就单单跟他有血缘关系的 没有血缘的就是有夫妻关系的 就是耶稣陀罗 后来正果 大一道正果 以前服侍他的那些宫女 也都因为他而正果 后来禁犯王往生了吗 大一道带领五百宫女 那些宫女以前有服侍他的 也正果 那么所有供养他的人 他成了佛之后 供养他的两个三人 那么成佛之前 供养他的牧养女 乃至于最后他在牧业盘之前 供养他的存佛 都得到很大的福报 都因他得到利益 那你看 我们当然没厉害 但至少想该接想该接 对不对 你的父母会因为你跟佛法有因缘 会因为你的成就 对佛法有特殊的因缘 他会因为这样的成就 未来也许在弥勒佛罗斯坦 尤其在下一群佛的时代 他因为你的因缘辗转因缘 他也会以后会有成就 那如果你没有成就呢 那就很难说啦 要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因缘 不一定 但是你跟你的父母肯定是有因缘的 那你的重点就是让他种善根 你为什么可以让他种善根 或者你跟他说 或者他看到你 他看到你的殊胜 他对佛法产生信心 就举个例来讲 舍利弗的母亲 舍利弗的母亲生了七个小孩 四个男的 三个女的 那四个男的 舍利弗 黎婆多 幽波仙娜 蠢陀 这四个 四个都正在阿罗汉 三个女的 幽波哲罗 三个女的 一个泽罗 一个幽波仙娜 一个斯利沙 这三个 三个也都正在阿罗汉 但是他母亲姓什么 姓范田 他后来要回去 幽波仙娜被毒舌咬死 他有一个弟弟 幽波仙娜被毒舌咬死 但是正在阿罗汉 那纯头就是那个纯头沙咪 后来就算他已经大比丘了 没有习惯叫他纯头沙咪 那黎婆多也是很有名的 那就是这一些 他们七个都正在阿罗汉 后来因为这样 舍利沙 你看他的母亲也外道 舍利沙后来回去度他的母亲 因为他的成就 因为他的成就 天人都来礼拜舍利沙 国王大父长者 都来礼拜舍利沙 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到底得了什么 殊胜 但是他看到这一些 这一些 世间上的天上的天人 都下来顶礼他儿子 他都觉得 你怎么这么殊胜 他都跟他妈妈讲 我不殊胜 我的师父比较殊胜 你的师父是谁 释迦摩尼佛 他开始对佛法产生什么 产生信 信心 善根从这里开始 因为这样 后来他开始跟他妈妈慢慢讲 他的妈妈后来也得成就 你看 即使舍利沙不在 人家说你儿子舍利沙怎样 他开始对佛法 你的家人有没有因为你 对佛法产生信心 因为看到你的殊胜 看到佛法的殊胜 有没有 如果没有那你要努力啊 真的啊 那你出家修行就是为了这个啊 不单单是为了这个 但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是很重要的喔 下课了是吗 先下课好 等下再来讲